不出所料家人们 龚春梨这次皮肤真是无双 赶紧来看看值不值得入手 从出场动画来说 整体的动画设计和这次默染江湖系列前几个十分相似 人不出来的话很难辨别是谁的动画 最后阿迪端坐桥头了 这一阵非常好看 从海报来说评价就三个字一言美 突然这次水墨风特色的同时 保留了龚春梨的形象锚点 并且服饰也是充分融合了这次的主题特色 整体质感也非常丰富 但在我看到他局内建模的时候 说实话有点小小出息 这漂浮行走动作 这直闪站立姿势 不说的话我还以为是大条的白鹤梁神女 你在看他强谱的时候旁边飘出的烟魂 又像貂蝉幻觉哥身旁的两小只 这感觉你好像无比期待的新事物 却出来了两位老友 不过有一说一 这技能特效的质量还是十分在线的 无论是释放一技能时 伞停留下方的合跃满持虚影 还是双形态二技能的设计 释放时的明月镜和花仙镜 和孤春寒鸭的萧条感 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整体来说我觉得建模中规中矩 但是特效做的真的还不错 接着是局内其他元素设计 随机行动的动作 没有前面很像大条的感觉了 给人印象十分灵动 最后直闪漂浮空中很有新意 回程和待机动作 就比较符合离痕烟和背景故事的设计了 没有太出彩的点 那最好就是无双皮肤的专属特性 初击动画阿里轻坐船头击杀石 像是伞从右往左轻轻浮去了血条 推掉防御塔观感很好 还是会浮现墨色池塘夜景 阿里伞处于景色之间 意境十足 看完评价的话 我觉得这款皮肤是传说 那我可能闭着眼睛就冲了 因为不管是雪兔子101 还是细游联动质量其实都很不错 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但如果你是阿里忠实玩家 我觉得你入手他绝对没毛病 整体的设计和技能特效 包括国风水墨主题 也是非常优秀的皮肤 这次阿里无双皮肤 活动会一直持续到9月8号 给家人们考虑时间还是非常多的 那你们觉得 这一次的阿里无双皮肤怎么样呢 阿里无双皮肤 温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